虽然Finalcard Pro本身内建的字幕已经相当的多 那它大部分也都带有所谓的动态的效果 可是呢再怎么使用 你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足够 那也有可能你就想说我来去买一个外挂 来增加我的这些字幕的模板 可是事实上这些外挂的条件 也不见得是你所想要使用的 所以我要怎么去增加在Finalcard Pro的这些动态字幕的部分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Motion来增加我们的动态字幕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 因为在Motion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内建的动态模板 就像我们在Finalcard Pro里面有这么多的内建的动态模板 所以我们要怎么在Motion去增加这些字幕模板 然后出版给Finalcard Pro来使用 好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选择Finalcard Title 就是制作一个Finalcard Pro的字幕模板 然后在这边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我想要做成一个Ultra HD的4K的字幕 然后我先设定在60p 然后时间长度我先给它大概5秒 然后按打开 在这边呢 第一个你会看到 它这边已经有一个投递区的背景 我这边可以先把这个投递区背景把它关起来 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这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最主要是中间的这个字幕的项目 这个字幕项目 其实你可以自己再增加 因为增加的话 这些字幕的输入框都可以再去使用 那我这边先把这个字幕移到中间的位置 假设我想是做成一个一般的片头标题的制作 然后到这边简约器 然后选择这个字幕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在这边选择字幕的字形 然后它的形状 比如说这个粗题或者是细题 然后呢大小 我可以在这边处理 然后比如说字中 然后这边自中 然后这边我把原本英文改成 比如说中文的输入文字 因为用中文可能大家比较看得懂 它是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边就给它字宽 就是让它宽一点 就是这个间隙 文字跟文字之间的空间把它增加 出题出一点好了 我把这个文字设定好之后 你说老师我又不会motion 我要怎么去做这些动态 那难道我要再去学motion的这些效果吗 其实不用 我们可以到这边library 然后选择行为 这边有一个叫text sequence 就是所谓的文字序列 这边其实它有六个档案夹 那每一个档案夹里面 就已经带有这些字幕的动态模板在这里 就直接套用然后出版给Final Cut Pro使用就可以了 这边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六个档案夹里面 其实它的项目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像这些项目 这个叫做Breath In然后Breath Out 有些字幕我们就像那个片头跟片尾一样 就是它会有一个进来跟出去的效果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选择我想要的字幕的模板 然后套用到刚刚这个文字的这一层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先选择我们要套用的字幕 然后选择我要的套用字幕的这个动态的模板 然后把它加进来 你可以看到在时间轴这边 它已经加进来一个Breath In 所以就可以像这样子带进来 它也有一个出去 所以我要带一个出去怎么办呢 一样选择这个Breath Out 然后在这边Apply 可是大家注意哦 它加进来的时候 通常会先把它加在这个片头的位置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移动到片尾呢 其实就直接点拖啦 然后带到这个片尾的位置 好就像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影片它就像这样子 然后到结束点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出去的动作 你想说我出版给Finalcard Pro 可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Finalcard Pro可以控制说 进来的动作没有 或者是进来的动作有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选择你刚刚的这个字幕的动态的模板 然后到这边剪阅器 在剪阅器这里 你可以看到你刚刚两个Breath In Out的项目在这里 这个Breath In Out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右上角的位置 点下去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Publish 就是出版 把这个出版选起来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它现在Unpublish就是取消出版 然后另外 刚刚这边Breath In也把它选择Publish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选择这个Project 就是这个编辑专案 那你可以看到这编辑专案的项目这里 它就有一个就是Breath In Out的勾选 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边可以测试勾选的状况 好这边设定好之后 你就把它存档 这个时候存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一些设定 就是说第一个 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字幕 不要跟原本的Final Cut Pro字幕的模板 混淆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Category这里呢 就是产生一个项目这里呢 去新增一个你自己的制定项目 那我这边其实已经有一个制定字幕的项目在这里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制定项目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它刚刚的是一个Blessed 然后这边主题 主题就是说它可以依照你所剪辑的内容的一个形态 或者是条件 也就是说你经常在做一些旅游的内容 你就把它归类到这个旅游的主题 那你在制作旅游内容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找到相关的这些字幕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动态 所以可以把它产生一个预览的影片 然后就按Publish Publish之后呢 我们回到Final Cut Pro这边来 然后选择刚刚这边制定字幕 那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缩产生的这个Blessed 它就已经这样带进来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处理的动作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回到这个时间轴这边来 我这边已经有一段影片 所以我就把这个字幕 假设我想把它加入到这里 选择这个片段按一个X 就是选择一个范围 然后选择字幕 然后按一个Q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字幕 就像我们刚刚的动作一样 它就有一个Blessed In跟Blessed Out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刚刚那个Preview的影片算完了 那我这边先把它关起来 如果说 诶刚刚这个字幕的位置好像看起来跟背景有点吃到颜色 没关系我就在这边 同样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可以选择Outline 然后把这个外框把它加进来 总而言之 其实我们在Motion所产生的这些字幕呢 事实上在Finalcover这边 仍然你还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这边我们在检查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所产生的那个设定 所以Blessed In跟Blessed Out在这边有勾选 所以这边也可以把它取消 那取消的时候刚刚这个头就没有那个动作 那如果把它勾选 刚刚就有这个动作进来 所以说你如果觉得Finalcover这边的字幕数量不是够多 然后你又不想花很多钱去买这些字幕的模板或者是外挂 你就可以利用Motion来产生这些 所谓的字幕模板给Finalcover使用 更何况他这边的这些模板相当的多 如果说在短期内的制作来说其实是相当够用的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